原永逸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许多人的梦中女神,以不坚之欲艳,就让观众们认识到了这个魅力十足,清纯可人的女演员。 原永逸年轻的时候的颜值可以说是顶尖的,可以和观之灵,灵青霞相提并论,高超的演技年纪各种电视剧电影来都是现手年来,现在的原永逸已经47岁,但是看起来却没有显得苍老,许多网游都说嫁给张志玲后被宠成小公主,一直都是年轻的心态,当然不会显老。 近日,原永逸现身北京机场,身上一件长矿衬衫她配一件牛带裤,简单的穿搭看起来至少减零二十岁,看起来就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,完全让人感觉不到是一个已经47岁的人。 许多人都觉得很惊艳,但原永逸对上刘文,同穿长矿衬衫,刘文作为国际超模,刚三十岁的年纪,原永逸看起来丝毫不比刘文差。 网友都纷纷表示,张志玲养得好,原永逸太强悍了,白衣撞上超模刘文不舒阵,网友,张志玲养得好上衣是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。 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中,衬衫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衬衫的设计就让人感觉很有仪式感,看起来十分端庄大气,但是时代在改变,关于衬衫也是的样式也改变得越来越多。 这也让很多狠对她越来越宠爱,原永逸穿搭这件白色的衬衫就显得很有气质,宽大的版型虽然遮住了她的身材趋线,但是还是能看出她苗条的身材。 加上白色这个唇,色系本来就很显年轻,就让人永逸看来,就像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一般,随意的挽起的衣袖,加上宽大的衣服,就显得很有休闲感。 下身的牛带裤她配一样款的衬衫,就显得很有时尚感,很有恶性,蓝色的牛带裤就给这件素衣添加了一点色彩,看着不显单调,脚上的乐服鞋就看起来就显得很舒适,整体的风格看起来就很居家很年轻。 许多网友都纷纷表示,张智琳养的好人永逸的白色衬衫穿出了休闲舒适的感觉。 但是刘文却穿出了不同的味道,刘文作为国际超模,衣品自然不会差,简单的衣服到了她的手上都能穿出高级感。 刘文178厘米的身高身高就是天生的衣架子,再加上一张高级脸,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都能驾驭的了。 刘文这件白色的长款衬衫显得多出了一些知性的感觉,宽松的衣服就显得刘文的身材特别的苗条,身后的衣领加上衣服身偏的两个口袋的设计,就给我们一种严谨的感觉。 搭配上下身的黑色纸筒裤,黑白配的穿搭方式,让我们想到钢琴界,看来就充满了优雅气质。 加上脚下的土鸭鞋就另外,添加了一丝翘体感,即使是同样的衣服,不同的人穿搭起来,都会是不同的感受。 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虽然看起来很简洁朴素,但是如果遇到了好的穿搭方式,依旧能有不一样的感觉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穿搭风格,这就决定了你的穿搭的好坏。 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刘文就穿出世上有假的感觉,袁勇怡就穿搭出了休闲年轻的感觉,两者各有不同。 比较起来也是分不出胜负,袁勇怡作为一个演员,她的演技是白尖的,除此之外她第一品,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而刘文作为一个超模,对于时装搭配也是现手捏蓝,同是强款衬衫,两种风格,你更喜欢哪种风格呢?